今天有借的舉手 我們在這裡 這裡選 還有誰 幾個人 一隻 兩隻 三隻 你把名字練出來看誰沒有名字啊 你去自由啊 誰沒有名字 誰名字沒有寫上去 聖人 輪漫遊啊 那為什麼會有多一個 一個人 兩個人 三個人 四個人 五個人 幾十手 各舉一下 一二三四 春手是誰 四個人 一二三四 一二四 你沒玩哇 阿 文哥 不是 吳春姐姐 是吳春姐姐借那份很大張 我不在咬 놓 她今天比較早找 由於她有一張很大張的 吳春姐姐啦 她現在在趕什麼 呵呵 唱球不是打彎 那對不起 我想到了 我剛才有想到他有來見 你親姊姊啦 他很辛苦他都要 老師的每次畫的稿他都會記錄下來 讓同學可以借啦 我又沒有那麼多錢陪老師 這都是無價值寶 對啊陪老師啊 那個誰人光還說一張要多一萬塊 不是啊你們只要複製一張出來就好啦 畫一張給我就好 老師可以這樣嗎 可以這樣嗎 拿一張回去然後複製一張你要熟嗎 要複製一樣的 之前複製完一張大家都借得很開心 然後後來這好像不是我老師畫的 不是我嗎 不是我 那人光的啦 對啊 不然就是說那張送給多好的 否則他就送給我的 以為是老師畫的 然後就沒有 不是 而且大家都畫過了 你看喔這個 大塊大塊這個呢 其實就是亮面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就是先把這種 亮面旁邊的暗面啊 先把它處理掉 這樣它立體感就會更好一些些 然後再來我們再統整一下 這一塊其實也有分 比較暗的比較亮的地方 像邊邊角角呢 這個亮的就沒有意義嘛 所以我們就沾了水之後 然後用這樣子的墨色 然後呢 再把它刷掉一些 讓它不要比這裡亮 因為靠近中間一定會最亮 然後要保持長久去調墨的這個習慣 然後這個是比較懸崖的地方 比較底下嘛 所以這裡也不會有太亮的 的狀況 但是會有一些反光面沒錯 我們會盡量把這個光源 設定在中間上面 那這個也是靠近邊邊角角 雖然它在上面 但是我們也不要讓它太亮 因為畢竟這一塊石頭 這塊石頭 應該是這一塊的後面 那我們要把這個輪廓線 燃起來 這樣這一塊就會整個跳出來 所以這樣子的燃 就是增強一下 這整塊石頭的那個立體感 跟質感跟重量感 然後這邊有很多細碎的地方 我們就是用比較濃的 稍微點綴一下 就是讓它增加它的反差 好 增加它反差 這樣 好 然後 這邊呢就比較好展 也是一樣 這一塊雖然很模糊 但是我們大部分 大致上還是可以把它換成 亮面就在石頭上面 這樣下來 這就是側面 按面的話當然就是 這個縫隙裡面這邊 最暗的當然是這個 跟 假設這裡是河道好了 河道跟石頭交界的地方 這個地方一定是最暗的暗面 然後中間這一段呢 就是側面 然後最頂光這裡就是暗面 大概會這樣分 對 你看 我們剛剛村的時候是這個方向 那你染的時候也是這個方向 然後漸層上去 然後漸層上去 然後呢這個 這個界線這裡啊 就是這一大塊石頭的分界 好 有兩個大分界 這個分界的 輪廓也要出來 你看這邊有時候會比較黑一點點 這裡也是一樣 這兩塊石頭交界這邊 一定也是大暗面 然後後面這邊比較不重要的 不是說比較不重要 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大筆數的 把它塗開 但是還是要保持它能摸韻的 那這邊當然 我沒有膠帶的太多 所以 它可以是煙霧 所以就跟染雲一樣有沒有 你看 記得拿水 很乾有沒有 在這裡 把這個水線呢 趕快消除 這樣它的筆數呢 很自然而然 跟那個 跟那個紙啊 的白啊 合在一起 好 有沒有 這樣就 這樣才可以 這個也是一樣 這邊邊邊角角 我們都是用 這個螢幕把它染上去 其實你會看到我這樣子用筆 是因為我後面的這裡是乾淨的 所以我這樣下去的時候呢 筆 把它抹過去 那等於就是 它 我就少做了很多這樣子的層次了 所以如果你們筆 拿的末呢 是乾淨的 你就可以像我這樣 很有自信 直接這樣甩出去 把它抹過去這樣子 這樣子呢 你的筆觸的 那個豐富的程度就會比較高 你有這樣子的筆觸的 一下子這樣子 然後呢 又有這種比較 那個大膽的筆觸 這樣子的話呢 整張會比較活潑 可是呢 你不能因為我要這樣子的筆觸 所以 就把整張筆觸的弄得很混亂 它還是要有運筆的一致性 是這樣子 好 所以這樣先載到這裡 這樣可以吧 好 記住